OK 開始囉 嗨 大家好 我是美安小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龍龍 嗨嗨 珠珠 看得到 看得到 好 那 想說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非常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呢 小桃經營美安八年了 經常會遇到有一些 新朋友會問我 你們美安是不是要拉人啊 我剛開始聽到這兩個字 有點傻眼耶 因為我不太理解為什麼 什麼叫做拉人 然後呢 你聽到拉人這兩個字 感覺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負面 感覺是要強迫人家做他不喜歡做的事情 的感覺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後來呢 也有理解到好像有一些的 生意呢 他是 需要去做一些拉人的事情 對 那 那為什麼 要去拉人呢 我想可能是 他們的公司的制度 可能是他們 比如說要找一個人來合作 他可能就所謂的 推薦獎金 就會所謂直接利益的關係 所以他才會想要用 拉人的這個想法 就是找人來 找人跟他一起合作的話 就有錢賺 然後就可以領錢 那 怎麼也 這樣聽起來好像不錯啦 哈哈哈哈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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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每樣八年多啊 就是呢 其實 從來都沒有拉過人 然後我要先聲明一下 從來都沒有拉過人 而且呢 公司也從來沒有發給我一毛獎金 也沒有發給我過任何這種什麼 拉人啊 找人來合作的獎金 完全都沒有好不好 所以 那 我們其實是不做這些所謂的 拉人頭 拉人來 有沒有就是強迫別人這些事情 好 那其實但是呢 我們做這個 金銀美安的這個連鎖的超連鎖店 其實我們還是會去尋找呢 跟我們一起合作的店長 那這些人呢 既然我沒有去拉他 那他們到底從哪裡來的呢 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情喔 好 那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Rondo也經營Shop.com也已經三年多了對不對 你現在應該有很多合作店長吧 嗯 對 還不錯 還不錯 謙虛一下 這種謙虛 還不錯 還不錯 黑豬豬你覺得 懂嗎 黑豬豬你覺得呢 好 那 你的跟你合作的店長啊 就是他們到底從哪裡來的 OK 我覺得他其實有分三個族群 三個種類啊 那其實第一個的話 他比較是屬於 他其實是長期在跟我 買產品的顧客 那我舉例來說好了 比如說有一個顧客 他是 他是要買給一個媽媽 他是要買給他的小朋友吃 因為小朋友他其實有 有 有 身體狀況不太好 那其實買一件營養補充品給他吃 然後 他其實說買久 他就跟我說 其實可不可以 有更便宜優惠的價錢 那我就跟那個媽媽說 其實你可以自己成為 每樣的會員 其實會員等同店長 那你就拿到所謂的會員價 那其實也比較省錢這樣子 對 然後甚至也有那種 呃 比如說像 在雲林那個保險的業務 對 因為你也知道業務嘛 那其實大家 平常就是要 可能會熬夜啊 趕場啊 甚至很聘啊 其實身體也蠻累的 那其實他也是想要 吃一些 營養補充品 來保養身體 那其實後續他也是直接跟我說 他想要 更便宜價錢 那也是進而成為 會員 的樣子 那這是第一種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很多是 想要 其實 想要長期或是 持續一段時間呢 來使用 就是美安獨家代理產品的朋友啊 他們就會來成為 我們的會員 對不對 對 那其實在 每安shop.com 會員就等於店長啦 好不好 是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呢 那這個就是 也是我們 就是非常多 這個夥伴的來源之一 好 那除了就是 長期就是會 一段時間 會持續使用產品的 這些會員之外呢 那再來還有 什麼樣子 來跟你合作 那第二種的話 他就是 他其實是想要在網路上 那 做一點 小 小零售啊 對 那像我舉例來說好了 像第一個是 在彰化的店上 那其實在 基於美安之前 他其實就是自己的正職工作 那他自己 要不要又在網路上 那會賣一些 教育蛋白啊 甚至是 小朋友的一些 生活用品的東西 對 那他其實看到美安的購物網站 那其實就是 是一個媽媽齁 喔對 是一個媽媽 對 那算是蠻拼的啦 那其實 看到美安購物網站 他其實也 蠻喜歡 我們美安莫蒂夫的一些 彩妝品 保護品啊 化妝 化妝 卸妝棉的部分啊 那其實他就開始慢慢去推廣 那其實他本來就在做一些小零售 那因為認識美安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 那其實這個彰化的店長呢 就發現其實美安 他有六百多種獨家品牌 然後也有五千多家的其實 合同廠商 那其實還 蠻多品項可以讓他去 分享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增加他更多零售的機會 然後第二個的話 其實他是 來 他是三峽的一個 麻醉的護理師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媽媽 對 因為他剛好 因為生小孩的關係嘛 那就有預孕假 那他沒辦法在 那個醫院工作嘛 那其實 他在基米安之前 他也有在網路上 像IG啊 Facebook上啊 又賣一些飾品 對對對 那 所以他就覺得說 也是跟 商務店長很像 他本來就是 有在做零售 那其實也透過這個網路百貨的關係 然後 有增加跟他更多的品項 對 所以這是第二個 他會 想要成為 店長 我會找他 合作的原因 對 所以其實啊 有很多本來就是 有正職工作 然後呢 就想要做一點斜槓 對不對 對 可能通過網路啊 因為其實除了去 這個 護胖達 跟無國藝之外啊 其實還是有蠻多人 就是 在尋找一些可以兼差 賺錢 然後時間比較彈性的方法 對 那我覺得美安shop.com 就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生意 好 那還有嗎 還有哪一種 還有哪一些人事 第三種呢 我覺得就是 像我們 算我們倆這種 西愛哲 我覺得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就要 訪問 我們美安小桃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的背景 其實 我一開始在接觸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好奇啊 因為他自己本身 他就有 三家的 中大型的武器班 同時在東區 又有一個 自己的一家精品店 我覺得這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 我就很好奇想問問 我問Coco說 欸你怎麼會想要 再 經營美安這個生意 這真的是 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我們開補習班 跟 我們就是 算是運氣不錯 就是 在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呢 就是大學畢業沒有多久 我們就開了 跟幾個朋友一起合夥 開補習班 然後 很快的呢 因為我們也非常認真 招生 然後上課 然後又比較 可能應該是比較活潑好玩吧 所以呢 學生啊 就很快就是蠻多 我們大概一屆 每一屆大概都有一百人左右 所以呢 在地區算中大型 所以呢 那 那時候其實我們真的是 賺錢超級快的欸 所以當 我的 partner 我的partner 他是台大研究所畢業的 那在補習班呢 他是王牌數學老師 有一天呢 因為他真的是很愛 他是非常重視保養的一個人 那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說 欸他發現有一條 這個乳液叫做平泰秀 他在網 他看到這個電視上 然後還有很多明星名媛啊 都有在使用 他非常心動 所以呢 他剛好看到 他一個台大學弟喔 台大氣管的一個學弟 在臉書上面呢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這個乳液 於是他就去資訊他 好 那他們呢 於是這個 他們一見面之後啊 這個台大的學弟 居然告訴我的這個 我的partner說 欸他經營這個 美安shop.com這連鎖生意 他已經退休了 哇 哇天啊 聽在我們這個 就是每天啊 真的三家補習班 管起來真的是很可怕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每天真的 上一到日都在工作的人 聽起來覺得怎麼可... 都是六位叔叔以上齁 都是還蠻不錯的 很好的收入這樣 那我就聽 我就覺得太... 好像不是很合理 但是我想說 哇這些台大的人 應該... 腦子壞了吧 哈哈哈 真的真的 我想說 哇台大的人 當這個詐騙集團 哇肯定是非常厲害 他們一定 真的真的 腦筋非常的縝密 對不對 那其實我 我的partner呢 就是跟我講了非常多次 但我始終 不是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我們做 補習班其實 就是收入其實還不錯 而且真的很忙啊 真的很忙 所以呢 一直到他 終於邀請到他的學弟 來跟我分享這個生意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在意的是 到底為什麼你可以 退休之後 仍然不停的有收入進來 因為我覺得 對我這樣子開 實體店的小老闆來說啊 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對 我們如果店門沒有開的話 不知道要賠多少錢耶 你知道嗎 一個月沒有開 你知道光是人事啊 光是房租啊 這些你都是要付出去的錢 好所以呢 當時他 我很認真的去聽完這個分生意 他整個模式 他的營運 跟這家公司的背景之後 喔 我才決定說 好開始 好然後 然後當時呢 我非常認真的去評估了這一家公司 他的背景 他的來頭 然後他所帶的產品 還有他的分紅啊 制度這些我發現說 喔 是一家非常認真 就是很正派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才想說 那不然就試試看好了 齁 那也是經過了這麼多年喔 我覺得 真的還好我那時候有 還好那時候我開始有選擇 在我的事業巔峰的時候呢 有開始幫自己準備這樣子的一個備胎 因為其實當我們做任何生意 其實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好大家想想看 我是開補習班跟做精品店的 哇環境的影響我就不需要多說了吧 好不好 少紙化啦 經濟不景氣啊 好不好 這些其實大家都有聽到 好所以呢 那 我覺得真的是相當幸運 那其實在 我也要順便講一下 你知道當時啊 那個那位學弟呢 就是 其實他的本身的背景也是非常厲害 他是一個 原本就是一個美商公司的一個品牌經理 然後他也是在當時 他是怎麼樣進入到這個生意呢 其實他的媽媽是一個國小老師 然後呢 媽媽在其他的同事 也是一個國小老師的介紹之下呢 認識了這個網路生意 於是回家跟他的這個 兒子說 兒子我覺得這個 這有一個網路趨勢的生意 兒子想說 發大財 對 兒子想說 媽 你跟我講 你跟我說 網路生意可以賺錢 拜託 我覺得你一定被騙了 所以呢 這個 台大高材生呢 這個他就去 到這個說明會的現場 他想要找出這個生意的BUG 沒想到聽完之後覺得 天啊 因為他原本就是在做商品 這是品牌的行銷經理 對 他覺得說哇 那麼這個生意 居然是可以跨足到網路行銷 是進到一個新的趨勢 所以他當時就毅然決然的花了大概14個月吧 嗯 14個月的時間 對 所以呢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在這個生意裡面啊 我真的是不需要去做什麼叫做拉人的動作 但是呢 欸還是有人會問我說 小桃 可是不對啊 我覺得你們還是有在找人欸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Rondo 你覺得啊 到底我們找人幹嘛啊 嗯 那我常常 會用Seven的 的例子來做舉例啊 因為我常常說他其實比較像是 你開一個十一店嘛 比如說你開一家Seven好了 那你 他一間店的因而有限嘛 獲利有限嘛 對不對 那你想要賺更多錢的話 你可能就想要開第二家店啊 第三家店 開分店 可是你開分店呢 可能就需要多一倍的人力跟成本 這樣子 那你可能開了第二家店家 那你的第一間本店幫他倒了 你沒辦法確定 你給三間家店有沒有訂活力 所以像一個非常聰明的模式 其實各個大各大的 各大的一個集團都會用 叫做開放 開放交流連鎖店的意思 對 那他等於是用別人的時間 別人的利益 別人的成本 那由總部這邊來 教育訓練大家 然後大家一起賺取團隊的業績 大家一起來分潤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算是趨勢了 所以你覺得我們找人的合作 其實就像開店的邏輯 好 那我覺得 以我就是開創業的一個邏輯來講 找人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勢在必行 大家想說我開 我跟朋友一起合夥開三家補習班 其實我們真的一開始合夥人就是六個 就是我們需要 如果我想要做一個稍微有點規模的生意的話 不可能只有我一個人來完成所有的事情 所以不論你是 我們一開始這個合夥人們 就是大家都已經分工好了 包括做行銷的 做行政的 做管理的 做這個會計的 做做所有的 所有各個科目的招生 或者是各個科目的授課 所以一個生意它如果要有一個規模 它要產生一定的營業額 其實我覺得本來就不是一個人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在經營這個生意的時候 確實是找人合作 但是我找人幹嘛呢 我是希望這 我是告訴他我覺得這個生意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那會不會適合你 就是你這個並不是拉人頭的意思 而是我們互相找出可以在這個生意彼此配合的地方 然後我們一起把這生意做得更大更好這樣 對 好 那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影片呢就到這邊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就歡迎 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懂嗎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跟大家掰掰 我們跟大家再見 掰掰 完美